指數與對數這個單元 完全是一個複習的單元 那麼我們學習這個目的是做什麼呢? 其實最主要是為我們在後面 我們要介紹指數與對數的微分來鋪路 因為在指數與對數的微分學習之前 對數率、指數率同學一定要非常的熟練 在計算的過程之中才不會出現問題 這個套節就能保持我 我先看到這個筷子 我先認識一下 這幾句筷子 這幾句筷子 就會有三個筷子